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跑步 刚才8点多 就在鸭利洲那里开始跑过来 跑了大概10K左右 就去了南湾 在南湾就停一停 一会儿还会去赤柱 应该跑多4-5K 可能今天跑不到半马 可能在15-6K就完 那讲着跑步 其实跑步 我讲的是 之前都不是那么喜欢跑 去到三十多岁 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 才喜欢跑 那开始跑步都会 脚痛 为什么会脚痛呢 就是用 这个 脚跟落地 用脚跟落地的时候 令到膝盖会很痛 试过一次 十年前 跑了一次全马 那次全马 用了五个小时 五十分钟 跑得非常之慢 跑到膝盖痛 停了一段时间 后来早几年看过一本书 就叫做姿势跑 那一集我都讲过 就是说 用回最原始 如果没有鞋穿的时候 你一定是不会用脚跟落地 为什么会用脚跟落地呢 就是因为 跑鞋的科技太好 令到人依赖了鞋 就忘记了 原先那个 跑步的姿势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我看过一本书 他说 为什么黑人会有皮肤病呢 原来就是因为 有太阳眼镜 和太阳油 因为如果 没有太阳眼镜的时候 那个瞳孔接收到阳光的时候 他自动呢 就会是放射到一些叫做黑色素 令到皮肤呢 就有所保护 尤其是是那些黑人 他天生是有这一样东西的 但是反过来 因为有太阳眼镜的关系呢 令到呢 那个 天然那个 对抗阳光那样东西就没有了 搞到那些黑人呢 都有皮肤癌 这个是有很多 有些研究说出来 但是呢 通常这些这样的报告呢 是不会被 正式的医学的文件呢 就是承认 因为影响到很多的行业 或者影响到很多的产品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说商品化 一商品化的时候呢 就会令到 就算是对 是真理的东西 都是不可以说出来 那这个就是说 一些 太阳油啊 太阳眼镜啊 甚至毛 那就是说那些血压药 那在很多年前呢 说那些血压呢 其实就 要很高才是叫做高血压 但是他们想卖得多些那些药物呢 那他就将那个血压 无论上压和下压呢 都降低了 令到 很多人都要依赖那些 叫做血压药 那 好 幸好呢 我到这样的年纪呢 五十多岁呢 都没吃那些血压药 那 不幸中之大痕 那其实如果是有些人 我认识有些朋友 三十多岁 已经吃一些血压药 那其实 对抗那些血压啊 或者是胆固上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吃少一点东西 将那个 实体重 降低了的时候呢 才有机会是 不需要吃这些血压药的 今天想讲的 关于跑步啊 健康啊 到这里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